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这 死了吗 那你就是玄艺阁阁主 空也齐 林某子自前来 是想请龚格看看这个药诈 找到了 原来这种药材叫引斌 具有美容养颜 延缓肌肤衰老的功效 那无血迹的死因 死者或许根本就不是无血迹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人物的武人 他肯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似乎对殿下的计划十分了解 首先怕他以后 对我们的行事会有不利 东正死女 本王势在必得 我一定不会让你当成的 我被袭击后 醒来就发现在哪儿 那你可看清是何人偷袭你 看清了 就是这个叫小青的女人 我 就是你 五姐姐是怎么死的 月姐姐是烧炭而亡的 那是谁烧的炭谁方的窗 又是谁搬运的尸体 自然是太子和你啊 你在撒谎 我没有 不对 是不对啊 小诺怎么突然翻供了 太子 还是你自己 你只能保一个 我想绿王殿下 更想把我留在身边 慢慢冲啊 大鬼啊 起初不能确定我的身份 就会一直是他 他不会下云岛了吧 开门 一旦确定了我的身份 就会直接杀了我 该怎么办 先生 你说我该如何去感化一个人 能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试问天下 能有几人做得到呢 我明白了 让魔鬼变成佛 这太难了 还是让他先做个人 对吧 从小事做起 让祭初感受到 人间充满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就是想做好 我的本分 以后我给你提供 睡前讲故事服吧 两日后 本宫要在宫内举办宴会 宣布二殿下定亲之事 特别邀请绿王和绿王妃前来宴会 他这是何意啊 宴会 他倒是给本王制造了个机会 殿下的意思是要 当中 没错 殿下 你带我一起去 这次 必须阻拦他 找人家冒王妃不就行了 我看你就挺合适啊 这可是弃君之罪 属下有些忧郁 那你先说说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除非 让真正的三嫂回来 妖怪 她是妖怪 公主 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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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有成铁匣子 出口 只有一处 这是齐王妃今夜送来的金刚符 这伏魔储 也是齐王妃送来的 这真道馆的伏魔储 非常理念 是不是这柳虾真的是妖 齐王送来的伏魔处 却刺进了死者的胸口 这不正是说明 齐王是凶手 凤儿 你别怕 一切由母妃担着 公主殿下 为什么喜欢公月齐啊 这么明显吗 我觉得他很特别 哪里特别 在我眼里 他身上有阳光 有花 公主知识做什么 有清苦的药箱 有秘密 这些都让我觉得很特别 那万一 他伤害你呢 我不希望你伤害婉儿 那你就管好你妹妹 让她离我远一点 到底是哪儿不对啊 会不会 我们遗忘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万圣突然之间有点困 然后就打了个盹 我知道了 殿下 大事不好 柳铭盛被人杀了 什么 死者柳铭盛 致命伤为薄梗除刀伤 谁约柳铭盛密会 谁可能就是凶手 老爷族也出门前之间了 六王殿下 老爷现在不方便剑客呀 岂有此理 为贵妃好大的胆子 儿臣恳请父皇 严惩凶手 还无母妃清语 父皇也想立刻乘振那毒妇 但现在 不是最佳时机 为家手握兵权 万不可因消失大 昏君 如此包庇为贵妃 让你母妃 和我全家惨死的冤魂 如何洗刷冤屈 一开始我们就行错了方向 如今 我们要重新母皇 人危言轻 兵权为重 好 那我就夺了这为家的兵权 我所做的一切 还不都是为了你 我宁愿被送去当质子 我也不要一个恶毒的母妃 究竟是谁 难敢害我疯儿 据查是绿王妃搞了一个什么心灵社团 敢离间我们母子关系 看来得让人给花青哥点叫醒尝尝 你把我叫出来 就是为了去赏花 母子王妃 请过来 什么情况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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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自己的儿子 什么都能做 只有我令牌传令下去 唯贵妃已经有所行动了 一切 是时候昏了 此处竟是 撕造兵器的引甸 何人有如此大的胆子 城内的失踪人口 应该就成了这里的黑老公 不知道小青 和齐王殿下怎么样了 小青姑娘为救齐王 二人双双被抓 命定公公率兵前去围剿 本王先行一步 我已传令下去 封闭营地 不出不进 消失灭迹 一个不留 凡有二心 就得烧 站住 莫吉他这条小命 就要敲他在这儿吗 你在胡说什么 卫章 胆敢袭击皇子 你是不是想造反 事已至此 我即便是死 也要拉一个皇子垫背 上 走 凤儿 凤儿 是谁 是谁杀了我凤儿 晋楚 二臣初步怀疑 此事与三弟有关 此事当然与我有关 齐王遇害时 儿臣亲眼不睹 儿臣怀疑 有人想栽赃陷害了 意图作收余地 三弟 你是在怀疑我吗 父皇 儿臣定会查出真凶 替二哥报仇 也会还自己一个亲爱 季风是你杀的 是 季风是你杀的 死者季风 为匕首刺中心脏而亡 死前曾有过挣扎 甲缝中有固血和肉血 你的意思是 凶手的手臂上 应该有抓伤的痕迹 既然你们诚心嫁祸 后面为何追杀 这就是他们为何嫁祸 本王之后 又刺杀本王的原因 行凶之人每次蒙面 是怕身份暴露 说明 不管是谁 本王 一定会逼他现身 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拜月节目 两个相爱的人 如果在今日完成拜月仪式 就可以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了 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所以还是因为我公主的身份 是不是 你我 身份不合逊 我可以去求母后成全我们 我甚至可以放弃公主的身份 若是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就算做个普通人 我也觉得是幸福 我就是要这样缠着你 一辈子 夕阳 你怎么才来呀 会骑之人 别赶来参加太子殿下的相亲品茶会 太子殿下的相亲会 今日 你定要好好瞧一瞧 若有何演员的 定要知会母后 你别碰我 你的手刚破案尸首 即便是公主和绿王妃的朋友 但她一个身份卑贱的武座参加 只怕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 会被她渣染了晦气 谁说老妇的女儿 身份卑贱又晦气 林夕阳正是劳妇 施散多年的女儿 红蓝星土 从不行单影之 出现即是成熟 那她的另一半 刻印在谁的身上 都会刺关内地 浮渝可有大事发生 一是浮渝归降了大梁 二来便是 怎么会 皇后娘娘 若要职守 取得两情相悦 太子殿下并无迎娶西遥之意 还请皇后娘娘 谁说本王没有娶你之意 本王愿明媚正娶西遥 做太子妃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定国公之女林氏 温婉淑仪 可为家偶 浊有思几日 阴婚敦目 以为朕心 亲此 儿臣 领旨 只要我用我的花式月儿经 一定可以把难关拿下 你无儿无女 何来的月儿经 莫非是王妃 小微殿下生儿育女了 这是属下 去鬼市寻得的一好物 这叫宋子丸 你怎么了 男人吃了该丸 妻子便能如愿有身孕 你喝酒了 你要干嘛 耍流氓 我没想到 宋子丸 惊胜被咬 事到如今 恐怕身份已经败了 以后得更加小心才行 李丞相在密报中告知本宫 刺杀小皇帝行动失败 南靖国的兵权 仅听渔府拆解 不知为南庆此趟过来 是否带着渔府 父皇 无论如何 儿臣都相惜三弟 绝不会做谋逆之事 下一步 你将此密令 飞鸽传书 交给严陆秘团 是 是 基础在南靖国的心上人 南靖国的长公主 魏南医 她就是绿王妃 小青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不必举措 你不举措家 姐姐举措什么 爹爹的家 也是姐姐的家 看来 我真的是错过太多了 你可参与了 爹爹和公野哥哥 十余载的生活 怎么感觉我才是个局外人 在观看一家三口的 何嘉欢电影 话云霓 这个人面兽心的毒妇 我要杀了她 六二八头 十五年前 我母妃的妖毒爱 似乎也与她有关 你还记得 当时的情省吗 殿下 属下就听到这幕 你索颜是否属下 卑职不敢欺瞒殿下 为事 只是替罪养 真正的幕后始作荣者 是皇后 你已经让绿王 钟情于你 对你深信不疑 目前看来 你完成得很好 现在姑母 有新的嘱托 听说绿王府来了为女子 她身上携带着 能够威胁大梁安危的渔服 你找个时机把渔服带来 这 不知青儿 听明白了没有 你还知道了吗 芊儿 知道了 我的手变透明了 我很快就要回去了 季初 我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 我不得离开 季初 晚而明日都要出嫁了 孤主 你想想法子 不然 真的要嫁到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国吗 随便吧 不是李丞相 也会是其他人 嫁给谁不一样啊 儿臣今日远嫁 无法侍奉父皇母后 儿臣只能三拜父皇母后 以感谢父皇母后 生养之恩 时辰不早了 儿臣 去成吧 公主 有山贼 什么 不许下 不许下 公主 跟你一起回去的念头 我已放弃 笨蛋 从感情上 你喜欢他那么多年 从政治上 他又可以帮你 你们从小青梅出马 我要是你 傻子才会放弃 你到底想说什么 记住我不要了 给你个机会吧 我生的时间也不多 长痛不如短痛 我们两个之间 本来就是一场孽缘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马上就要离开了 再也不回来了 可现在 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让我安安静静地离开 我好吗 我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来自哪里 我都不许你离开我 今夜是臣妾陛下最后一次用膳 夫妻的缘分便到此为止 以往的爱恨情仇都在这酒中 朕陪你喝 臣妾会永远陪着陛下 你这个东风 把这里清理干净 是 整个兽情仇都在皇后的掌控之上 发言你必须用亲手杀死 去吧 那你呢 我和孩子等你回家啊 本宫要杀的是他 他便闯入本宫的圈套 倒是有几分胆识 谁是名利的 原来是你啊 殿下交代的事情已经半断了 还是让萧綦失望 七云 你这是个人 不是你约我来这里做不了断的吗 你竟然背叛本宫 母后 你也不再相信任何人 谈何背叛 你能干什么 我摘此玩 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喊 绿王殿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